大家好 大家不要以为我在公园 我这是在新加坡的小区 说心里话 我以前只会啪啪啪说 我是很早注重这些细节的 但是我就现在就看到 现在这个小植物呢 应该是在 我也不知道是 反正新加坡 我说你看不到很破旧的楼 因为他们好像是政府 每到五年还是几年 他们会政府出钱又重新翻 刷这个楼 重新翻新的 所以在新加坡 看不到那种比较破旧的楼 除非以前 就是我说的像那种 古老建筑的那种阿拉伯街 那一类的 就是会有点历史感的 这个小区 你看它的车子是没有 我原来说的 那个五六层的那个停车场 但是呢 在新加坡的停车 是非常的 让我感到很 很规律的是 所有人的车都很自觉 他们的红线的车 好像是业主自己买的吧 反正停车是不可以停到红线上面的 有的好像是残疾人 专用的车道 即便你没有车位都不可以停 所以它这个车子都是很规矩的 该停在什么线的位置上 他们都会很自觉的 不会乱停的 摩托车也有专门的摩托车的车道 你根本在这里你看不到我们国家那种 就是我说的有点乱的 就是不管是小区也好 还是哪里也好 那个车子乱七八糟的 有位置就停了 我说的不代表别人 是代表我之前的我的小区 我们自己买了车位 我们都没有位置停的 大家都是乱停的 就是这样一点都不按规矩 当然我们车多可能是 但是我是每一天早早的 总要抽一些时间到这些小区来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然后你听到这些鸟叫啊 还有各种的休闲的设施啊 凳子啊很舒服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我是喜欢钻到这些地方来 我不是太喜欢那种高楼大厦了 现在真的 就是感受一不一样的一个环境吧 怎么也飞不出 荒华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 酒醉的蝴蝶 你的那一句誓言 来得轻描又淡写 却又还我这一生 再也解不开的七夜 春去今千花 秋爱谁重远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九岁的蝴蝶 花开花世界 月翁越远缺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九岁的蝴蝶 Zither Harp 怎么也飞不出 花开花世界 花开花世界 宝贝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九岁的蝴蝶 你的那一句誓言 来得轻描又淡写 却又还我这一生 再也解不开的七夜 春去今千花 秋爱谁重远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九岁的蝴蝶 花开花世界 月翁越远缺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九岁的蝴蝶 春去今千花 秋爱谁重远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九岁的蝴蝶 花开花世界 月翁越远缺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一只 九岁的蝴蝶 九岁的蝴蝶 月翁越远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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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Joey 月翁越远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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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crit 是